稍微消息要带您关心的是 在中部有一名自称是 大学美术系毕业的男子 吃也没钱 结果呢 常常跑到知名的书店 去偷美术的书籍 三年下来 他偷了203本书 通通都放在 这个书店楼中楼的 天花板夹层 那么我们看到 袁景前天逮捕他 也回到他的住处来搜索 这个地方堆积如山的书籍 那么袁景说 简直像是个图书馆 偷书大盗带着袁景 回到住处搜索 满屋子的书籍堆积如山 叫袁景看傻了也 这些东西都怎么办的 我们等一下办到这 这些书多到连书柜都放不下 有些还硬塞在墙壁旁边的缝隙当中 地上也堆了好几叠 弃责一本一本的拿出来 算一算总共203本 这些书全是他三年来 在中部一家百货公司里 知名的书店偷来的 袁景清点搬运 动用了四五名警力 来来回回搬了十几趟 我们搬上去的书哦 好 搬上去的书哦 我搬满了 妾贼三年来偷了203本书 价值大约15万 书店位于百货公司内 妾贼先把书放在天花板的夹层 再绕到12楼 轻而易举就能把书带回家 书店漂亮的楼中楼设计 竟然成了妾贼行窃的管道 他就是把它塞到这个 类似架子上面 然后人就 什么东西都没拿 就出那个成品的大门 因为没拿东西嘛 警报器什么也不会叫 然后他走到12楼这边 坐在这椅子上 然后就把它拿走 妾贼自称毕业于大学美术系 偷的都是美术书籍 她说打算建立资料库 未来成立图书馆 开放阅览 但没想到21号 她再度行窃被发现 远景才知道 她三年来共偷了203本书 这么多书 也让远景清点赃物的时候 实在是累翻了 中文新闻公寓的成立 如台中报道